各位朋友好 今天香港的媒体透露出来一个消息 说是在北戴河会议上面中共高层达成了共识 要在中国重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这个消息我一点都不意外 非常的合乎逻辑 我在六个月之前就做过一期视频 是一评说辩局的第23期 题目就是 升级版的文革这样展开 一切从监察委开始 在这期节目里面我就讲到 习近平政权他为了在这个经济大崩溃的时代 来保持政权不倒 保持他个人的权利 他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把中国拉回到文革时代 把中国变成大朝鲜 也就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加上高度的个人独裁集权专制 那现在他说服了高层一起来跟他实行 这个计划经济体制 但是呢 现在他只说服了一部分的人 还有一大批的这个红二代的这个家族 他还没有说服 为什么他没有说服呢 为什么没有说服得了呢 那其中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红二代家族的这些人 他意识到他们和习近平之间的这个矛盾 个人独裁之间的这个矛盾呢 那是结构性的矛盾 那是不可调和的 那是离死我活的矛盾 习近平如果是遵从邓小平的这个教导 要搞集体领导制 那么红二代家族那是一团和气 有才大家发 有官大家当 大家都是兄弟 但是他如果要实行极权专制的话 要建立个人独裁的话 那么整个红二代家族 那就成了他的敌人 为什么呢 因为独裁体制 他有一个特点 他就是卧榻之策 不容他人酣睡 一山不容二虎 尤其是在共产集权制度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 那毛泽东在60年代的时候 要搞文化大革命 要把所有党内的这些高官 要把他们打倒 要把他们制服 这就是为什么 斯大林他一定要搞肃反 要杀掉苏共中央的绝大部分的高层 这也是为什么 金正恩他一定要杀掉张成泽 一定要杀掉他自己的亲哥哥 因为权力不容分享 在个人集权制度下 只要任何人对皇权 对这个最高权力 那形成了威胁 那么他就必须得死 那么红二代 现在呀 整个这个红二代阶层 所有的红二代大家族 他们要不就是占据一个地方的权力 比如说叶家他在广东 根深蒂固 他在中共的这个情报系统里面 根深蒂固 他在中共的军队里面 享有崇高的威望 那比如说邓家 他在中共的整个的文官体系里面 那享有崇高的威望 他在中国的南方 享有崇高的威望 比如说江家 他把持了中央的军委 二十多年 在里面呢 培养了众多的亲信 那还有朱家 他在整个的中国的金融体系里面呢 他是一个有教父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李鹏家族 他们掌握了电力 能源系统 那所有的这些大家族 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享有权力 而且在经济上 享有巨大的利益 所有的这些政治权力 经济利益 都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形成了威胁 只要习近平走上这条路 那就必须得和所有的红二代为敌 那红二代 当然他们也意识到这一点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同时 同时 我也想提醒红二代的所有的人 你们要意识到习近平个人性格里面 也有一个重大的因素 是对你们相当不利的 有一点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他青少年时期 儿童时期秦成的 那个时期一旦定型了之后 这一辈子就很难改了 而习近平的儿童时期 下青少年时期他是怎么度过的呢 62年习近平九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遭了殃 被毛泽东整肃 那么他就沦为了社会底层 他就成为一个绝对的弱势者 他被所有的红二代欺凌 被他们瞧不起 被他们冷眼 被他们殴打 那么这样一种童年的经历 在他的个人性格当中 形成了一个极度的自卑感 也让他对你们极度的仇恨 那后来习近平长大了之后 他的命运就更加悲惨 因为受到他父亲的连累 他坐牢了 成为反革命 被关押被殴打 幸好毛泽东要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给了他一条生路 他主动的要求去陕北 那个偏远的地方 去插队落户 所有的人走的说法都是哭哭啼啼的 只有他一个人是笑的 因为什么呢 他说 我这一次我算是可以捡了一条命回来了 他是在那种极度的不安全的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这样的一种环境 就造成了他个人性格当中 有一个因素 就是极其的能够忍 能够隐忍 当他还没有掌握权力的时候 当在处境对他还不利的时候 他极善于忍耐 极善于伪装 让人家看不出来 一点点他内心的波澜 他善于把他的仇恨埋藏在心底最深的地方 比如说在这个陕北插队落户的时候 他当然知道毛泽东是迫害他父亲的元凶 毛泽东是造成他姐姐上吊自杀身亡的元凶 毛泽东是他整个童年遭受不幸遭受凝辱的元凶 毛泽东差一点把他的自己的母亲逼疯了 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人 他都能够伪装的 非常的顺从 非常的忠心 非常的热爱 所以天天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天天跟贫下中农宣讲毛泽东思想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在这种性格的主导下 现在让他装出来对团派的这个平民派的官僚 对这个红二代的官僚一团和气 用来说服你们跟他共课时间 一点都不困难 他完全做得出来 但是一旦他真正的掌握权力之后 他就会暴露出他的原型 暴露出他的本色 你比如说他对薄熙来 以前他跟薄熙来表面上对薄熙来是相当好的 还专门去到重庆 去考察重庆模式 说要学习重庆模式 当他一旦掌握了薄熙来这个弱点之后 马上毫不犹豫的出手 把薄熙来送进了秦城监狱 把他判处了现在中共党内内斗能够判处的最高的刑罚 无期徒刑 而且极尽羞辱智能事 逼着他自己承认自己是戴了绿帽子 你再看看他是怎么样对付中央军委的 江泽民的这几个老部下 徐才厚 张扬 徐才厚被癌症死了 那张扬是一家子 不明不白的就自杀了 所以习近平这个人 他一旦掌握了权力 他是下手非常狠的 那么现在呢 整个国际环境对他的围堵 让他在过去的那几年 那种嚣张的镜头 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出来 他必须得现在拿更多的支持者 一起来跟他来闯过这一关 闯过把经济制度 从这个半市场经济拉回到完全计划经济 这样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所以说他需要大家一起来 这个时候他会讨好你们 但是一旦完成了之后 一旦中国真正的走上计划经济体制之路 一旦他的个人权力得到了滚固之后 那就对不起 所有的人你们都成为他的阶下囚 你们都是鱼肉 他是刀主 大家拭目以待 同时我也想告诉大家 我也想提醒一下大家 习近平对这个整个红二代 对中共统治集团的这个主流的这一部分 他是怀有相当深刻的仇恨 这个仇恨不是仅仅是他个人 小时候的那个经历所养成的 更是由于他家族的过去几十年的这个不幸的遭遇 给他留下的这样的一个家传的渊源 大家都知道中共的主流 现在的统治集团的这个主流派 就是当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在井冈山 那一部分创建江西根据地的那一部分人组成的 那么他们在到达陕北之后呢 他们做了两件事情 清除异己的两件事情 那第一个是清除张国焘集团 他们把张国焘的所有的部下 编成了这个西路军 怂恿他们 迫使他们向西进攻 要打通从这个陕北到这个苏联的通道 那么在这个进攻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打通通道的过程当中 遭到了这个西北马家军的围剿全军覆幕 这是西路军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陕北根据地的刘志丹的部队 援红军26军 那么因为刘志丹在陕北地区这个穷人当中 享有一定程度的声望 而毛泽东他们呢是外来者 毛泽东和所有的这些中共的高层 他们都是猜忌心非常重的 他们要反客为主 要把刘志丹的这个势力能够压下去 让刘志丹不能够威胁他们 那么他们就会先下手为强 那所以说他们一到陕北 马上就用中共中央的这个名义啊 对陕北的26军进行了大肃反 抓了引以上所有的这个红26军的干部 包括刘志丹本人 包括他的兄弟刘锦范 也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那么在这个审讯的过程中呢 就用了很多很多的酷刑 最后还是把其中的230多个红军干部 红26军的干部杀害掉 那这个运用的手法极其残忍 那有活寡的 有活埋的 有用铁锹铲断脖子的 那么在最后他们准备啊 杀这个红26军最高层的几个将领的时候 就是刘志丹 高岗和这个习仲勋的时候 毛泽东给他们下了一道命令 说这几个人不杀了 肃反停止了 这几个人是好同志 当时据说这个活埋他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 就差几分钟的时间 哪里有那么巧啊 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已经设好的这么一个局 为什么不杀他们呢 因为中央红军要想在陕北立足 一定要跟陕北人搞好关系 跟陕北的老百姓搞好关系 不能够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敌对势力 而要跟陕北老百姓搞好关系 他们必须得借助于陕北红军的几个人 最重要的头目 也就是刘志丹和习仲勋 他们这样的一些人 所以说他即使是非常的想杀这些人 但是呢 不能自己下手来杀 那么最后他是怎么杀的呢 他是把陕北红26军 编成东路军 让他们向东渡黄河去跟阎锡山的部队打仗 那当然了东路军的那几条破枪 那几千个这个非正规军自然没有办法跟阎锡山的部队打仗 所以是死路一条 但是即使是这样 毛泽东都忍不住 他一定要尽快的干掉刘志丹 所以在战斗开始之后不久 刘志丹就负了重伤 最后四个小时之后就死掉了 那么他是怎么样负重伤的呢 刘志丹他并不是在战斗的第一线 所以说他不是由阎锡山的部队一枪打过来把他打死的 他身体所遭受的创伤是一个穿透伤 子弹穿透到他的身体 如果是阎锡山的部队打过来的 那一定是长枪打过来的 因为离对方的阵地比较远 手枪打不到 那个时候的长枪子弹是非常大的 那么那个子弹由于来福县 它并不是很精确 所以子弹穿透身体之后 留下的那个创伤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是那么大的创伤 他当时一定是很快就会流血身亡 但是刘志丹受了创伤之后 受了重伤之后还活了四个小时 他的这个部下把他抬往 跟距离台的这个路上面 他死掉了 活了四个小时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伤口并不大 虽然致命但是并不大 那么到底是谁打的呢 一定是有人近距离 向他开枪 用手枪向他开枪 那么谁有这个权利呢 当时毛泽东和中央红军 是派了这个政治保卫局的几个人 跟随牛志丹上战场 那么在那个时候 那就对他下了毒手 同时跟刘志丹上战场的 其他两个红26军的高级指挥员 也同时牺牲掉了 也就是说同时被他们杀害掉了 所以政治保卫局的这几个人 永远没有留下名字 可能后来被灭口了 档案里面永远没有留下名字 所以这一档案子就成为中共党内的 永远解不开的一桩悬案 但是任何有常识的人 任何对毛泽东了解 对中共的内斗比较了解的人 就知道这件事情 他的原委是怎么样子的 那习仲勋这么聪明的人 当然也知道 所以说他在这个中央红军 强势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抗拒的情况下 在刘志丹已经被害的情况下 他只能向毛泽东投降 只能向毛泽东靠拢 向毛泽东表忠心 最后毛泽东看见这个人 那个时候他大概二十六七岁 看见这个人还算忠厚老师 也有一些办事的能力 就饶了他一命 所以他那次是逃过了一劫 但是后来整个陕北的红军系统 都遭到了清洗 在后来的几十年的过程当中 首先是五十年代 高岗成为反革命集团的首领 被毛泽东清洗掉自杀 到了62年 习仲勋再一次被毛泽东打倒 是因为刘志丹的弟媳妇写了一本 这个刘志丹的传记小说 那么引起毛泽东勃然大怒 因为这个刘志丹是他杀的 他做贼心虚 任何人再把刘志丹这件事情提出来 都会引起毛泽东的非常愤怒 那么后来毛泽东就把习近平定为反党 利用小说反党 这个反党集团的首领 后来的这16年 习仲勋也是九死一生 被关押被批斗被劳改 受尽了折磨领辱 这一段经历呢 也就造成了习仲勋对中共这个主流派的 极度的不信任 极度的仇恨 那么他又把这种极度不信任和仇恨 传给了习近平和他所有的子女 他在恢复职位之后 本来是应当给所有的子女都安排 他们的这个在党内工作的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把所有的子女 所有的子女除了习近平以外 所有的子女都送出国 要他们呢远走他乡 远走海外 远离中共的这个绞肉机 这个是非窝 这个决策现在大家看起来 才是非常英明的 但是他留下习近平 为什么留下习近平呢 因为他只指莫若妇 他知道习近平这个人 他的这个性格 能够隐忍的性格 能够善于隐藏的性格 能够善于伪装的这种性格 能够让他在中共体制里 能够生存下去 甚至是能够让他取得权力 那么果然习近平呢 因为这种性格的原因 他击败了红二代 所有的这些竞争者 掌握了最高权力 性格就是命运 习近平的这种性格 有助于他掌握最高权力 甚至有助于他 最后形成一个独裁权力 但是呢 对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利 他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 就要下毒手 就会暴露出他 凶残的凶狠的那一面 这也是红二代 所有的红二代 你们需要认清楚的一个局面 那么现在大家怎么办 现在大家怎么办 我给大家提几条建议 靠你们来搞兵变 搞政变 这个风险比较大 很多人呢 他是不敢干 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搞民变 现在习近平的这个专制 这个集权专制 还没有完全形成 他还没有完全控制住老百姓 民间巨大的这个怨气 现在正在风烟士气 正在集中爆发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站在老百姓的一面 利用民变来把这个体制冲垮 现在是绝对有可能的 我们现在建立的这个全民共振平台 就是要把所有全国各个地区 各个阶层的这些民怨集中起来 让他在同一个时间 在不同的少数的地点集中爆发 最后引发出全国的这个民怨的洪流 引起全民上街的这种局面 然后用民变来触发兵变 最后用兵变来形成政变 那这就是颜色革命之路 用这条道路对大家来讲 这是最安全的 也是最可行最具有可操作性的 有很多人在很多地方都有势力 那么你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让某一个地方 让某几个地方的老百姓的民怨 一下子爆发出来 在这个维稳大坝上面冲开一个缺口 那么整个的民怨的洪流 就会把大坝冲垮 在全国只要有三到五个城市 同时爆发大规模的抗争 只要持续几天以上 那么这个专制体制 这个维稳体系就垮掉了 维稳体系垮掉了 大家都安全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些人说 那如果是老百姓真正的把中共体制给搞垮了 那么不是一样造我要找我们清算吗 大家不要担心 只要你们立了功了 只要你们在这个里面做出了你们的贡献 即使是老百姓想清算你们 但是你们一定能够保证自己的富贵 谁会保证呢 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是说话算数的 美国这个国家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中国变成另外一个朝鲜 一个小小的朝鲜已经让他们非常难办了 如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大朝鲜 那么将是美国将是美国的噩梦 将是美国的灾难 也是全人类的灾难 所以说美国绝对不希望看见习近平把中国变成朝鲜 所以任何人任何家族 任何权利及政治集团 能够阻止习近平重新搞文革的 那么美国人包括整个西方阵营 一定会支持你们 一定会为你们提供庇护 而这些国家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说话算数的 他们是讲信用的 而且我也相信你们一定有办法能够跟他们建立起联系 能够跟他们沟通 那如果是有一些人 你们不知道怎么样沟通的话 那么我跟你们提个醒 台湾在哪呢 你们跟台湾沟通总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们在反对习近平建立独裁专制的这个路上面 你们做出一点点贡献 你们过去所有的罪孽都会得到原谅 你们过去的财富绝大部分都能够得到保存 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在西方世界享受和平和幸福的生活 那么现在时机是非常的紧迫 所以希望大家赶紧行动 有些工作一旦有人已经开始做了 后来者也就没有机会再做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尽快的行动 尽快的行动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 保护自己家族的利益 今后的一段时间那一定是大变革的时间 一定是集聚变化的时代 大家行动一定要迅速一定要把握先机 把握先机才能够取胜 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 才能够保护自己家族的利益 才能够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